口罩套的做法 那在上面的地方呢 我有车一个折子 所以它看起来会比较立体一点 那我们把口罩呢 放进去口罩套里面 然后对折起来 把它拉开 那它戴在脸上就是会长这个样子 那因为折子的地方我有压线 所以你把它拉开的时候呢 它的折子一样很漂亮 那子行呢 我会分享在FB上面 先准备表布一片 礼布一片 礼布我是使用白色的二重纱 好 那子行上面的记号呢 都要画在布上面 我们现在呢 要先来车压线 好 从最上面的记号呢 开始数 三个记号为一个单位 然后我们取中间的记号起来 把布对着 在0.2公分的地方呢 车压线固定 好 表布完成之后再来换礼布 礼布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做法 好 记号从上面数 三个记号为一个单位 那我们取中间的记号 好 抓好记号 把布对着起来 一样在0.2公分的地方呢 车缝压线固定 好 第一道压线呢 完成了 再来呢 我们要来车缝第二道压线 第二道压线呢 一样 你可以先把我们刚车的压线先折下 好 一样 取中间的记号起来 然后在0.2公分的地方呢 车缝压线固定 如果说你觉得 要抓这个 要抓记号 然后起来车压线会搞混的话呢 我在那个执行上面都会有去 有去做明 就是你大概在哪里要车压线 那你可以边车的时候呢 边拿着执行核对 好 那第二道压线也完成了 再来换车第三道压线 那这个压线呢 就比较不容易会搞混了 好 压线处理好之后 再来我们要来处理折子的部分 好 现在呢 把我们的压线呢 抓起来 你也可以对上下两个记号 然后把它抓起来 然后对着我们下面的记号 好 第二个压线也是一样 把布抓起来 然后去对我们下一个记号 第三个折子也是一样 把他抓起来 直接往下折 对第三个我就没有画起好 对因为我怕到时候会搞混 所以最后一个折子 你就直接把他折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做 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我车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会先把布呢 按住 然后抓另外一边过来 翻过来 对一下我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两边要对称到 不然你一边高一边低的话 这样这个口罩就会不好看了 那车这一边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注意 应该说什么 要车慢一点 不然你车太快 因为这个折子跟我们的压角是方向 所以你车太快 就会像我这样子 布去翘起来 然后就是车到了 所以车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 你要车慢一点 好 那这样表布呢 就完成了 再换里布 里布也是一样的车法 那如果说呢 你怕那个会车错的话 你怎么讲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先把那个 折子先折 折起来 像我这样子先折起来 然后看一下位置有没有正确 然后再来去车缝 在这儿就会有没有正确 你为什么这样子 就能有没有正确 他才会有没有正确 感到му 你们看我这是公园的 好,那我们压线呢都处理完了 再来就是呢,因为今天这个礼布我是使用二重纱 然后它的毛边的状况还蛮严重 所以我等一下两边的地方会先考课 好,再来我们要来车折子 然后把礼布呢正面对正面对折 然后在中心的地方车一个折子 好,那表,那个表布也是一样 正面对正面对折起来 在中心的位置呢,车一个折子 好,正好就把它打开 再来呢,我们要来处理两侧的那个缝分的地方 那我大概是折0.5公分的缝分 好,那我们现在就车固定线把它固定住 好,然后再来换礼布也是一样 折0.5公分的缝分 然后车固定线把它固定住 好,再换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车法也是一样的 好,那缝分处理好之后了 大概后面还有剩两个 两个步骤 这个口罩套就完成了 好,接着呢 我们把表布呢 分底布要结合起来 那正面对正面 好,那车 0.5公分的缝分 那再接合上面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要特别住 那就是折子的地方 如果说你两个折子呢 往同一个方向折的话 这样会太厚了 所以我通常会 两个是用不同方向去折 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厚 好,那来测的时候 记得里面的布呢 要把往里面推一下 就是不要让它跑出来 好,那把布对写好 好,一样在0.5公分的地方呢 测线固定 好,那里面的布我给它跑出来 这样我把它拆掉 然后把里面的布往里面推一下 尽量不要让里面露出来 尽量不要让里面露出来 因为这样不太好看 好,那你在测的时候 如果有发现有多尾布的话 那没有关系 到时候测好之后 我们再把它修掉就好了 好,测好就把它翻过来 好,我们的口罩套快要完成了 好,我们的口罩套快要完成了 再来呢 上下地方呢 要车压线固定住 然后在车压线的时候 呃,在车压线的时候呢 要把里面的缝布给它包起来 哇,不要让它跑出来 好,一样 里面的布呢 往里面推一下 不要让它露出来 在这中间折子的地方呢 可以把压角抬高 然后把布呢,剥平 好,上面的压线完成了 再换下面的压线 好,一样 把里布藏进去 不要让它跑出来 好,那这个口罩套呢 就到这里 完成了 好,谢谢你的观赏 好,谢谢你 好,谢谢你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